论一个国宴级别的大师救场有多厉害 厨房的电话一打来 老猪就急急忙忙披挂上阵 风风火火来到后厨 经理笑脸相迎给他穿围裙 下手点头哈腰叫他大哥 老猪一看原来是买到了假吃 看上去和真的没什么差别 下锅一张 成了司令员去媳妇满天星全散了 只见老猪不慌不忙一顿分析 大手一挥拿鲍鱼改成龙凤城祥 这一下就要亏本 老猪再次赞发大哥的魅力 先把场面撑起来 回头他自己去解释 原来这是在给一个大人物办桌 上头千主妇办交代 这酒席一定要办好 可还是出了意外 没办法 只能把厨师长叫来救场 鲍鱼龙家骑上场 再加上老猪大师级别的手艺 宾客们都赞不绝口 经理擦了把汗 算是松了一口气 老猪是台北赫赫有名的大厨 14年前妻子离世 便独自把三个女儿拉扯长大 大女儿阿珍 性格古板无善言辞 长姐如母 自母亲去世后 便主动承担起 照顾家庭的责任 已经想着陪伴在父亲身边 对感情很抗拒 是个大龄圣女 却也有自己的精神寄托 虔诚地信奉基督教 二女儿阿倩事业有成 性格叛逆及傲不信 由于年少时被父亲剥夺了 厨师梦想 和父亲的关系是最紧张的 三女儿阿宁还在读大学 课余时间经常打兼职撞外快 活不开朗 青春有活力 一家人各有各的事业和生活 却有个雷挡不动的规定 每个周日的晚上 都要举办一场家宴 这一天也不例外 姐妹三人早早地就回到家 面对堪称是国宴级别的美味佳肴 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弱大的饭桌上制作了三姐妹 父亲老猪还在厨房里忙活 半想才走出来 她今天有大事要宣布 刚要开口 就被二女儿阿倩 奇怪的表情打断 怎么了 没有 很好啊 有话直说 喂鱼吃的后腿薅了 阿宁和阿震赶紧就场 阿倩又继续插刀 说是老爸的味觉退化了 听到这样 老猪气愤了 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厨艺质疑 怒吼一声 排案而起 然后走进厨房 继续倒腾她的美食 不久后 就把一盘美食端上了桌 人到齐了 菜也上齐了 老猪正准备宣布自己的大事 又被二女儿打断了 她告诉家人们 自己买了房 马上就要搬出去住 听到这儿 老猪的脸色有些难看 也没有再说什么 一通电话打破了尴尬 是酒店打来的求救电话 老猪饭也不吃了 事儿也不说了 抓紧衣服 就往外跑 父亲不在 三个女儿也就没了胃口 气氛又降到了冰点 晚饭结束后 大吉阿珍的同学景荣 带着女儿珊珊来串门 景荣是单亲家庭出身 离婚带个娃 和老猪一家关系很好 景荣的厨艺一言难尽 于是 老猪便主动承担起 帮珊珊准备便当的任务 但女儿们不知道 这里面还藏着父亲的秘密 对一个丧偶十几年的老头 精力有多旺盛 老猪每天早上 准时把女儿们叫起来 还要给女儿们洗衣服 三个女儿的内衣内裤 她都能分得清清楚楚 洗完衣服 老猪便会去晨跑 到了中午 还会去给景荣的女儿珊珊送便当 五吸排骨 吸入菜心 青豆虾仁 五柳鸡丝 最后再来上一碗 苦瓜排骨汤 这一下就把周围的小朋友 都吸引过来了 谁不喜欢有这样一个 心灵手巧的爷爷呢 老猪老当益壮 精力充沛 生活事业都满满当当 三个女儿的生活 也发生了变化 三女儿阿宁是个在校大学生 闺蜜小丽有个帅气男朋友阿哲 不仅温柔多金 还相当痴情 小丽却不珍惜 总是故意折磨男友 每次阿哲来接她约会 小丽都要耗上一两个小时 在阿哲又一次被溜后 阿宁主动约阿哲吃饭 阿哲是个痴情重 只觉得小丽只是爱她 所以才会折磨她 看着阿哲这一副 恋爱脑没旧的样子 阿宁化身 爱情导师 开导阿哲 还残忍地告诉她 其实小丽 根本就不爱她的真相 阿哲备受打击 从这以后 再也没来找过小丽 不知过了多久 阿哲再次出现 但这一次 她等的人不再是小丽 而是阿宁 两人一路来到阿哲的家 阿宁这才知道 阿哲的父母 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常年出差不在家 只有阿哲一个人 孤独地生活 阿宁十分心疼阿哲 两颗孤独躁闹的心 慢慢靠近 最终升华为烈火 不久以后 阿宁就在饭桌上 搬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她怀上了阿哲的孩子 决定搬出去 和她一起住 于是在一个雨夜 妇女三人在家门口 目送着小女儿离开 车轮夹着雨滴滚向前 带去的还有一份 家的温存 最早的女儿离家了 人老珠黄的大女儿阿哲 却还没有一点消息 她是个中学的化学老师 失会年龄已过 却还是个单身 每当旁人问起原因 阿哲就拿大学 被男友抛弃 一座借口 其实是因为不想离开家 离开父亲 本以为这一辈子 就这样守着父亲 直到学校里 来了个新的体育老师阿明 阳光帅气 英俊潇洒 是个人尽人爱的肌肉男 就连阿珍也忍不住 多看几眼 下班回家时 阿珍照例和成堆的学生们 一起等公车 阿明骑着摩托车 拉风地出现在人群里 看到阿珍 就热情地上去打招呼 两人含善了几句 阿明主动要求 送阿珍回家 阿珍习惯了和人保持距离 但对于阿明 却莫名有一种吸引力 他表面上客气地推辞了一下 没想到阿明却是个钢铁大直男 听到阿珍的客套话 就麻溜地走了 阿珍看着浑身上下 散发着男性荷尔蒙的阿明 内心微微有些荡漾 这天 阿珍在办公桌上 看到一个精美的卡片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封情书 上面肉麻的情话 无意间打开了阿珍的心房 情书没有署名 阿珍不知道是谁写的 走出办公室 在左廊上 看到楼下正在打球的阿明 阿明也正好看到阿珍 他露出最阳光的笑容 精致有力的手臂 在空中挥板 阿珍感觉到 久违的心动又回来了 有了感情的滋润后 阿珍一赶往日的 境遇和保守 蹚起了大波浪 画上了大红唇 连多年的白衬衫 也换成了艳丽的红色 他站上广播台 原来这些情书 都只不过是学生的恶作剧 阿明前来安慰 伤心的阿珍 阿珍只顾着哭 眼前出现一个 坚实有力的臂膀 便也没有多想 就吻了上去 两人就此确立了关系 不久以后 阿珍先斩后奏 把自己闪婚的消息 告诉父亲 于是 大姐走后 家里就只剩下阿倩和父亲 原本最先说要离开的 二女儿阿倩 却成了最后一个 陪伴在父亲身边的人 阿倩在一家航空公司 做高管 和其他两个姐妹不同 阿倩是个性格 果敢干练的女孩 大红唇 戏液套装 也挡不住 桀不逊的气质 和前男友一直保持 这父亲不处的性关系 这天 阿倩得知 自己很快就要升职的消息 心情大好的她 买了一大桶菜 来到前男友家 厨房里热火朝天 香气一出 在阴韵上升的香味中 阿倩的回忆被打开 开始说起自己的故事和心情 她是三恶女儿中 遗传到父亲 做饭基因最多的一个 可在家里 她根本不能做饭 厨房 只能是父亲的阵地 老猪扼杀了女儿 当大厨的梦想 把阿倩送去读书 认为这样 更轻松更有出息 做饭的天赋 成为在闲暇之余的爱好 说到这儿 伤感之情涌上心头 而且男友并不感兴趣 阿倩也立马收回了感情 阿倩的迪家计划并不顺利 房地产公司 在有污染的土地上 围装建筑 出事以后 被警察查封 卷了钱就跑了 当阿倩来到医院 看望身体抱恙的温补父 无意间撞见在医院 检查身体的父亲 误以为父亲的身体出现问题 虽然和父亲的关系一向不好 阿倩在心里 还是深深地爱着父亲 如今看到此情此景 阿倩的鼻子 不有的一酸 愧疚悲伤之情 也涌上心头 原来干恋的父亲 也会老去 看着大姐和三妹 都离开了家 又意外得知 父亲的身体有恙 阿倩决定 放弃生殖的机会 在家陪着父亲 公司来了位精英男李凯 李凯小洒帅气 同是精英 俊男靓女 很难不参出点火花 和阿倩的关系 越走越近 各阿倩无意中却发现 这是大姐阿真的前男友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阿倩终于和李凯干柴烈火 在这时候 阿倩提到自己的大姐 却发现 李凯早已经把阿倩忘得一干二净 阿倩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大姐心心念念的男人 竟然如此薄情寡义 李凯却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印象中根本没这个人 他努力回想 终于想起来 听了李凯的话 阿倩这才知道 原来大姐根本没有什么前男友 李凯的前女友是锦荣 一切都只是大姐编造出来的故事 阿倩来到前男友家 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她 苦话还没说完 屋里就传来一个女生 阿倩明白了 她和前男友不清不楚的关系 也该结束了 就像一道菜 前妻再组 也终归是要下锅 要入肚肠的 第二天 前男友找到阿倩 告诉阿倩 她就要结婚了 可还是甜无知耻地 想和阿倩保持肉体关系 阿倩强忍着 甩她一个大嘴巴子的冲动 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 老猪决定办一个家业 女儿女婿都赶回来 鸡飞狗跳的帮助 好不容易才完成了 一桌子丰盛的宴席 饭桌上 巧入肚肠 老猪像是壮了胆 咳了几声 站起身 摆出大家长的风范 续续叨叨说了半天 只说女儿们都有归宿了 自己要把房子卖了 接下来又是一堆铺垫 女儿们不耐烦 催促着老爸快说重点 只见老猪不慌不忙 短起一杯酒 静向身旁的梁伯母 梁伯母是锦荣的母亲 和父亲一样 也是早早送偶 因此女儿们 总是想办法 把梁伯母和父亲凑一对 可没想到 老猪却直接喧悟了 和锦荣的恋情 还拿出了一份 健康检查报告 证明自己的雄风仍在 一行人急匆匆 把梁伯母送到医院 只留下二女儿阿倩 目视着大家的背影 影片最后 大家的生活都恢复了平静 老猪和锦荣老来得子 阿宁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阿珍和丈夫 也是天天秘秘 阿倩买下了父亲的房子 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前一晚 特意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可其他人都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来城 只有老猪一个人赶到 原本属于他阵地的厨房 最后变成了阿倩的战场 喝一口汤 老猪忍不住挑剔起来 却无意间发现 自己的味觉竟然恢复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生活本就是一场大乱炖 但不能把所有的材料 都集中起来在下锅 食物进到嘴里 不同的人尝出不同的味 酸甜苦辣咸 本就是生活奔色